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日本水菜 也叫日本无精 精水菜或者水晶菜 十字花科云台鼠 大白菜的亲亲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谈到这个菜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火菜园 水菜乍一听好像挺新鲜 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 但其实可能您已经品尝过了 在西餐沙拉中 它其实已经非常常见了 除了制作沙拉以外 它还可以用于涮火锅 是火锅的上等配菜 甚至直接炒着吃 或者腌制都可以 它的味道清脆可口 老少皆宜 介于小白菜和雪里红之间 日本水菜来自于日本 在日本很久以前就已经广泛种植 不是一个新品种 2019年还曾经在国际空间站 种植成功 此外 水菜也不止一个品种 有耐热的 耐抽苔的 耐寒的 大猪形 小猪形 绿叶的 甚至紫色叶的 很多品种 我最近采收了 我在后院种植的精水菜 这是9月底降温以后 直接用种子播种的 除此之外 后来10月11月 我又陆续播种了 3批精水菜 还包括紫色叶片的精水菜 长得都不错 看这个整体植株的粗胀程度 比春天种植的要好 主要是这次给它们的生长空间比较大 间距比较大 它每一颗就能长得更胖 此外 如果阳光再充足一些就更好了 精水菜是洗阳光的 但是生长温度不能太高 所以它最适宜的生长季节是 秋天到冬天 而且阳光好的位置 这是我春天种植的精水菜 撒肿秘植也都还不错 只是到了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容易开花 净就变硬了不能吃了 精水菜的分株能力极强 给多大的空间就能长多胖 如果每天能晒到阳光的话就更好了 但像我这里每天阴天也长得还不错 精水菜除了口感好 颜值高 营养高之外 它还有三大优点 都是咱们后院有机种植特别省心的 一是不生虫 上个月我菜地里各种虫子不少 但是这个菜虫子都不喜欢 叶片虽多 但是基本完好 省去了带着放大镜洗菜的麻烦 第二 耐寒 我这里是加拿大的温哥华 入冬以来 已经经历过多次的霜冻了 夜间气温零下2度 精水菜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其实可以在耐寒区4-9 均可以种植 所以很多冬天寒冷的朋友都可以尝试 第三个优点是它可以剪了再长 不需要连根拔起 只要没有抽苔开花 这样剪叶子采收就可以一直吃到明年 再来谈一谈我认为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苗期长得慢 从种子播种到第一次采收 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前一个月基本上还是苗的样子 需要有一点耐心 但是后来就快了 叶片会越长越多 惊喜不断 精水菜的英文名称为Mizuna 它的种子在美国加拿大很多种子商店都有出售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里的链接参考一下 感谢收看会生活种菜 咱们下期再见